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爬山 爬的是卡比托利奥山 大家知道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 它还有另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七丘之城 是因为罗马是建立在七座小山丘上 那么卡比托利奥山就是其中的一座 我们爬上了卡比托利奥山 可以看到这边是一尊青铜的雕塑 它铸造的是罗马的一名皇帝和将军 马可奥利流 我相信不管是谁走到这座雕塑的下面 都会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那么其实广场上的这座雕塑 它是假的 真正的在哪里呢 在等一下我们将会去掉的博物馆里 这座雕塑 这座雕塑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谢谢 我是Veronica 我的中文名字是艾薇 我罗马是政府旅游 旅游 罗马是你这个 谢谢 这个是看皮托利奥山 你看看 是一些很艺术感的明星片 谢谢 看到我们身后这个360度 全方位无死角的美景了吗 真的太漂亮了 在这里我觉得可以说是在罗马 看城景最棒的几个地点之一 谢谢 Excuse me sir Yes please I want to ask where is the entrance of the museum The entry of the museum is there Yes The world is a copy The original is inside the museum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好 大家看前面的这个喷泉 这根雕塑大家认出来了吗 阿富卡在家外雨天 绝美之城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我现在用刚刚在办公室买的罗马帕斯 可以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 在经历了十四年的修缮之后 阿富斯都陵墓终于要对大陆的修缮 终合游客开放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墙上呢 有凯撒大地以及阿富斯都大地的碑和名门 哇 这个是刚刚从厨房里端出来 然后由我们的服务员把奶酪和面搅拌在一起的这个成品 太好吃了 许原池也是许多电影的取景地 比如像六十年代非常具有意大利风格的 La Dolce Vita 甜蜜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取景 同时呢在许原池也会举行非常多的时尚活动 以及时尚走秀 在罗马的市中心 古迹环绕之中 可以找到这样安静的意义 结束一天辛苦的旅途之后呢 回到酒店 为我们准备了一杯特调的冰野 小酒师很有意思的跟我们说 红色 黄色和白色是罗马的颜色 非常好喝 那么这家私人奢侈的酒店呢 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私密的聚会朋友 或者说举办一些小型的活动的可能性哦 我理解帖的 永远都要不动 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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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女子 我什么